我说你啊 是不是在晃暑假 是在打电动还是念英文咧 花猫 我真是羡慕你 羡慕到不行啊 像我这种全职家庭主婦 365天都是在家上班 那有什么寒假暑假 周休二日咧 I really want to take a two-week vacation 啊 要是可以放两周假 该有多好嘞 我就要去墾丁潜水 还要拍美照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 我很有当完美的潜力哦 到时候记得要追踪花妈的IG哦 刚刚的句子里面 用了一个神奇的形容词哦 我们再看一次 I really want to take a two-week vacation 我好想放个两个星期的长假哦 哎 你可能想说两个礼拜不是two weeks吗 哎 two weeks这个单字哦 中间多了那条线 s也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咧 两个礼拜的 OK 这种形容词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咯 它呢就叫做 复合形容词 因为它呢 是有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哦 这种形容词哦 有非常多种变化 很多不同的组合方式 它可以是形容词 加上动名词 比方说啊 good-looking 很好看的 he is a good-looking guy 花妈哦 最近在看我们重机哦 but 哎呀 他真好看 good-looking 长得很帅 或者是呢 我们也可以名词加上 现在分词 或是名词加上 过去分词 像是啊 time-consuming 很花时间的 这个复合形容词 等等等哦 其实呢 那这样的形容词呢 很常会在绘画 或是写作中出现了哦 那大概呢 看到两个单字中间 用一个连字号连在一起 很大的机会 就是我们的 复合形容词 那我们今天呢 要交给大家 最好用 最常见的一种旧号 那呢 就是数字 加上名词的 复合形容词 我们呢 直接实战练习一下哦 要怎么把一般的数字 加上名词 改成复合形容词了 比方说啊 有人问我 贵根 问我几岁 怎么问俗女 这种问题呢 没有礼貌 不过我看在 我们的交情的份上 我今天就偷偷跟你说 I am 40 years old 注意到呢 40岁哦 40 years old 我们呢 year这个单字呢 会用复数 字尾加上s 40 years 40年 40岁哦 但是呢 当我们要把它变成 形容词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中间 加上一个 40 year old 注意到了吗 我们的year 变成单数了 就像刚刚前面说的 two weeks 也变成 two week 注意到呢 我们这边呢 里面呢 都是借单数名词咯 换你来练习看看 this book is one hundred dollar 这本书是 一百块 那我们要怎么把 one hundred dollars 变成复合形容词呢 没有错啦 就是one hundred dollar this is a one hundred dollar book 这是一本一百块的书 复合形容词啊 就是这么简单 一点都不难的啦 是一百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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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块的书 再多久 could